这个是大家需要共同去应对的 这个东西管好了 不然如果特朗普自己能少做点药 这当然更好 但是估计大概率不可能 因为他现在正嗨着呢 他觉得自己你看 当所有人都贬低我看不起 我不看好我的时候 我自己坚持了下来 证明我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 因为这次胜利会极大的强化 他那个自我中心和自大型的人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理论上我们会迎来一个 做得更加丰富的Trump 2.0 但是我相信通过这种基于实力的 或者是基于规则和现实的 这样一个应对体系的建设 我们还是能够很好地 把它给掐下去 今天的中东问题已经解决不了了 我认为特朗普在中东那边 已经没有空间 为什么没有空间呢 因为阿克萨洪水之后 以色列到星天为止的所有行动 把中东地区能够维系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 面上和平共存的最后一丝土壤 都已经产化了 这个火停不下来 这是非常标准的泥潭化 这是非常非常标准的泥潭化 然后特朗普身上 顶着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这个枷锁 在这种泥潭化的局势下 你怎么去协调和居间 这个协调和居间 其实要协调和居间的对象 不是杀他阿拉伯 是伊朗 那稳定下来 长期持续下就是接受两国方案 承认巴勒斯坦 在以色列国内 没有任何承认巴勒斯坦建国的民意基础 以色列民众甚至没有兴趣 把巴勒斯坦民众 作为以色列内部的二等公民 进行有效的消化跟融合 经过阿克萨洪水清事件之后 这个融合的可能性 已经不存在了 而只剩下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 这两种局 灭绝的意思就全部杀光 清洗的意思是 把他们赶到内改夫沙漠 赶到西奈半岛 然后建一个帐篷城 重新消化和安置他们 埃及脑子有坑 才会接受这个方案 国际社会真的就是不用再混了 才会同意这个方案 在眼皮底下被执行 然后第三个 你以色列但凡有这种能力 你加沙还清剿不了吗 你事实上加沙就是清剿不了 对不对 北面黎巴嫩真主导 你也碰不了 对不对 伊朗那边你也搞不定 这三条线定不了 你一直在搞 他那边已经泥塌化了 这就是川普2.0在对外政策上最大的一个坑 其实这有讲到上一次我们谈论的时候 我一直对于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这个事情 我有越来越多的疑问 这是其中一点 因为在这个选民的投票 一人一票的这个制度之下 你必须要有能力自我推销 你必须要有能力 这个谈一些对于我有帮助 然后去压制别人的这个行为 相对而言 如果另外一个系统 我现在想到是中国的这个官员身权的系统 它是一种提炼的过程 这两者之间我的感触蛮多的 嗯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游戏方法 是 就是 就是你造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今天一边你有一些像川普这样的人 现在在台上 对不对 那中国如果你要当到领导人 你要经过多少的提炼过程 对 当然这里面最大的差别就是 最主要的变化在于 它更多的是强调人的能力 它是以这个人的 就是说真实的这个行动 就是你能以你的绩效 你的制定效能 作为你的这个主要的选拔和法座的对象 你不需要去证明这个所谓的热度和热选 但是你需要解决问题 你需要能够带来这个有效的公共政策的支出 而且会有一套相对比较长期主义的这样一种指标对你进行考核 相对而言它有它的这个比较性的这样一种优势和特点 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 这倒也不能完全怪就是 就是川普本人真正出现的问题就是 它的这个体制 它的这个机制 现在遇到的问题已经超越了 它能够去校正和改变的权限 就是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出在经济运行层面 但是这个经济运行层面 在现有的美国政府的这个体制下 它也没有办法进行一种简单化的这样一种改变和变造 那么就双方就互相之间促进 到最后就弄出来这么一个结果 当然中国也有它的问题 当然好在就是相对而言 这个制度设计和这个个体的需求之间相对比较匹配 那么所以更加容易去产生一些两性互动的这样一种结果 回到特朗普这个事情上面 我觉得是它的2.0 我们要去考虑的第五点就是 外界怎么去跟它打交道 外界怎么去跟它打交道 就是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 如果站在整体的利益考量 甚至包括站在美国整体的利益考量 也许外界应该形成一种共同的 就是协同性强硬回击的方式来去跟特朗普打交道 就不给特朗普任何那种裸奔的行为 以视错 以投机的可能 就那种裸奔的行为本身是一种投机行为 你那种投机行为的容忍和让步 你只会助长它更进一步的这样一种错误的举措 而这种更进一步的错误举措 其实这是特朗普那套政策最矛盾的点 就是他对所有人都不好 他对美国本身是不好 他美国本身并不能从这些错误的裸奔政策当中 获得任何意义上的收益 你把关税搞得那么高 这种关税到最后就变成美国家庭支出的消费税 这对美国是件好事吗 就不管美国老百姓能不能体会 能不能想通这一点 其他国家的决策者 因有这个意义 也有这个必要 让这种错误的政策 找不到实行的空间 是可以进行协同应对 顺带这些事情对本身也是好 所以你看欧盟那边给出的消息 德国给出的信息就很清楚 如果你跟我打贸易战我就报复 其实这就是我所说的那种 那种对待裸奔最好的办法 就是你是在裸奔 我就一定会指出你 我不会让你投机成功的 你就不要来试 当然先说出来也是这个意思 然后在中国这一刻 香港文会报上面发了我一篇文章 里面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说 谁当美国总统 其实对中国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什么叫没有影响 就是不管谁当美国总统 中国都做三件事 第一个发展自己的国家 然后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第二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 因为世界经济和中国的经济是联动的 世界经济好了 中国经济也会好起来 中国经济好起来了 世界经济会获得更好的机会 第三维护世界的和平 承担中国自己应该有的责任 去保障这种和平稳定 不管谁当美国总统 不管这个总统对中国什么政策 中国要做的都是三件事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谁当美国总统对我们是独立的 另一方面 中国不管跟拜登去打交道 讲中国的发展权是中国新的红线 讲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是中国的底线 讲中美关系新的三原则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对谁都这样 就是是相对稳定的 我认为这也是对特朗普裸奔的一种预防 就是说我不管你怎么跑 反正我这个套路就是这个套路 我这个壁垒就是这个壁垒 边界线都已经画好了 那当然我有各种各样的政策工具 我要去建立和完善 具体你 因为现在谁也没办法 没办法想清楚 他最后会跳成什么样子 他这方面这个表演的这种想象力 特朗普是超 超无寻常的 就发的政客 花样要多得多 对吧 你要去跟他想象 除非你是特朗普 如果你是特朗普 你肯定想不出特朗普会这么做 所以你就永远是有surprising 但不管怎么surprising 在特朗普身上适合那种 就是所谓万变不离其宗 我既然没有办法去猜测出 你每一个具体的变化 那我就把这些大的边界先拦完 然后确保你在边界里面 然后我们去做 这个是大家需要共同去应对的 旧东西管好了 反而如果特朗普自己能少做点摇 这当然更好 但是估计大概率不可能 因为他现在正嗨着呢 他觉得自己你看 当所有人都贬低 我看不起 我不看好我的时候 我自己坚持了下来 证明我是一个多么与众不同 因为这次胜利会极大的强化 他那个自我中心和自大型的人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理论上我们会迎来一个 做腰的做得更加丰富的 川普2.0 但是我相信 通过这种基于实力的 或者是基于规则和现实的 这样一个应对体系的建设 我们还是能够很好地把它给掐下去 那这个结果也想 我想把话题转到世界其他的地方 首先跟我们谈谈台湾会怎么样 特别是伊朗马斯 他曾经发过一些言论 说对于台湾的问题 他觉得台湾应该是中国的一个特别区 那么台湾因为这件事情 而做出了这个反对的这个反应 你觉得伊朗马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 会不会扮演一些比较积极性的角色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取决于艾伦马斯克自己的选择 就是他要不要深度介入这样的一个体系 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介入这样一个体系 然后介入到这个体系之后 他面临的最主要的风险 来自于川普对他的tolerance 对他的容忍程度 川普的这个个性在他的第二任期 几乎注定只有四年 然后这四年当中可能只有两年到三年 能够让他充分进行表演 但他有非常庞大的这种代办清单 又要洗血第一任期内 在阿尔顿沼泽被羞辱的耻辱 在此过程当中 川普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保障自己的团队 只有唯一的一个核心 但是马斯克是致命的 马斯克跟杰里·韦斯不一样 马斯克几乎是另一个领域的川普 他跟川普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这两个人同在一个屋檐下 他们共患难进行合作是可以的 在日常运行过程中 这是一个双心系统 双心系统是不问题 到底谁是老大 他们互相之间是要变的 是要较劲的 那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就是当马斯克出来说 这个台湾应该怎么去处理 台湾问题应该怎么去做的时候 川普如果说接受的话 那么是显示的川普的虚怀弱骨呢 还是在川普的这个认知框架下 我如果听了马斯克的话 去决定我的政策 那显示究竟谁是老板 我懂还是他懂 这是川普最在意的一点 川普在这方面的性格非常鲜明 你看他跟哈里斯那场辩论 哈里斯成功激怒他的点 就是哈里斯挑衅着说 你的那个机会非常的boring 没有人选去看 瞬间他就像一头被红布挑战的公牛 就偏离原有的辩论主题 这个节奏就冲过去说 我这个东西是很好看的 就开始搞 所以我觉得马斯克 如果他聪明的话 他就不会介入这事 而且到目前为止 除了讲这个选举 而且是用一种非常商人化的 非常局外人的 非常马斯克的语言 去讨论选举 比如说他选赢了 我终于不用去担心去Glog了 我不用去担心去劳动改造了 去进行调侃之外 他没有任何讨论 第二任期川普政府 应该如何去做事情 他非常明确 自己的分寸和边界所在 所以我认为马斯克 除非必要 否则他不会主动介入这事 但是呢 另一方面 如果出了一个危机 比如说 Colin 或者是马克罗比奥 一个成为了国防部长 一个成为了国务卿 他们因为某些原因 让比如说台海 或者是南海的某些局势 变成了一场crisis 就是那种经典的 国家安全影响的crisis 那马斯克是一个非常好的channel 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三方的特别的信使 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的特点 可以让他非常灵活的穿梭在双方 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 马斯克自己会跳出来 他会去传承这个角色 而且川普就会很开心 就是你很懂事 我都不用来求你 但是弄完之后 你就很乖乖地又跑掉了 你又没有抢走我的风筝 我的光芒 这个是川普最在意的 在任何时候 你不能掩盖住我的光芒 你不能偷走属于我的荣耀 不然我要你的命 他的性格就是这个样子 烦门 他是这样子 你不能不可能 你一直在追着 你一会说 provider 我可以说 你不行 我能弄完 不应该